这是我在今年 5 月 1 号发的一条微博 吐槽了 2020 款的联想优感 2.7 吐完三个月后 人家出了新款 槽点改进了 卖 我当初考虑买台一体机 是打算放在家里娱乐用的 看看剧与吃吃鸡敲个稿子 偶尔再剪点小片子 我不想折腾装机 更讨厌像麻花一样的线材 你问我为什么不考虑 iMac 那是因为我已经有了 是因为娱乐方面 Windows 比 Mac 更广泛 敲稿子的输入法也要更顺畅好用 我就去电商平台看了一圈 惊讶的发现 颜值高 性能还要不错的 仅此联想有个 27 一家 选择完全不用纠结 其他不是性能配置拉垮 就是颜值设计欠费 更或是检测智商的山寨机 优格27 这个轻松的旋转竖屏体验 更是鹤立机群 又刚好满足了我后期打算 组一横一竖的双屏需求 上代因为不能外联显示器组连屏 硬生生让我把剁手的刀收回来了 外观设计上 2021 款联想优格27 整体没变 正面还是一块没有下巴的窄编 4K 屏 JBL 音响加主机整合成屏幕的支架 音响表面是织物材质 很有家居感 底下就是一个方正的金属底座 整体三个矩形组合显得简约大方 我是一键清新 非要挑点刀的话 如果全机身都能采用金属材质 质感上应该会更上一层楼 接口方面相较上代更全面 支架右边都是按键 这个小的是一个无线副位按钮 左侧主要是接口 这个C 口还支持 95W 的充电输出 侧置的设计可以方便的为笔记本和手机充电 顶部也有一个C 口 除了用来安插摄像头 也可以用来数据传输 后面也是一排接口 2021 款终于增加了一个 HDMI 可以方便用户组联屏 你们看 把优格27 转成竖屏后 配上一块代余屏 妥妥的工作缝 我对上代的吐槽究其原因 说明我还是在用传统电脑的视角 在看待优格27 而联想的意图是想重新去定义一体机 把优格27 和移动数字生活结合起来 那样它既是一台独立电脑 同时也是移动设备的扩展伴侣 因此我们就能理解 为什么优格27 官方宣传 就强调一线连 它可以用一根 C2C 线 连接在 C 口的笔记本 平板 或者手机 这个不是单纯的屏幕扩展 它不但可以让联通的两个设备共用键数 而且还可以共享优格里的硬盘 相较上代 这次在一线连的状态下 优格27 旋转屏幕 也能自动旋转屏幕的内容了 还有无线投这样的使用体验 苹果和安卓手机可以直接投屏 连接体验还不错 基本不会砍 毕竟大屏幕看东西那是真的爽啊 这些体验都很有趣 但是上代的布子卖的有那么点大了 把电脑传统的连接外屏功能直接给砍了 好在这次的 2021 新款给补回来了 这样既探索了新潮 也兼顾了传统 屏幕方面 27 寸 4K 我这台是独显的高色域版 10 寸为百分百 sRGB 色域 平均data e 是 1.06 全局 412 尼特亮度 比官方标识的要高 另外还支持 DC 调光 旋转的手感很顺滑 这是双轨的功劳 不过代价是横屏状态下不能升降 抚养角度可以调节 我是打算用来当树立的副品 所以这一点对我问题不大 闲低也就是花个几十块钱买个增高底座的事 不用纠结 10 瓦的 JBL 音响 听感清澈不浑浊 追剧听对白 或者听点人生突出的流行音乐还不错 注意老毛病 准时吃药 听明白了吗 忙去吧 有感热器的外在 我们就说到这 接着我们进入它的内心 第一步 关机后滑开机身右下角的防拆标 用加厚塑料拆机片沿三边滑开 即可取出背板 注意网线接口的上方还有双面泡棉胶在固定 第二步 卸下固定金属盖板的8 颗螺丝 两长六段 取出金属盖板就可以看到优感热器的内部结构了 配置方面 大家看表 CPU 升级到了 AMD 最新的标压处理器 5800H GPU 采用了新一代的 AMD 移动端显卡 RX6600M 8G 显存 这双A 配置加体积优势 再加强劲的散热 性能还是能期待一下的 那我们这就来烤个机 室温 26 度 单烤 FPU CPU 频率在 3.78GHz 功耗 75W 温度来到了 95 摄氏度 单烤 GPU GPU 频率在 2 摄氏度 功耗 100 瓦 温度为 63 摄氏度 双烤 CPU 频率在 3.7 摄氏度 功耗 70 瓦 温度是 101 摄氏度 GPU 频率是 1.98 摄氏度 功耗 105 瓦 温度为 71 摄氏度 这双烤成绩比官方宣传的还要好一些 联想的宣传也太实诚了 2021 款 UGA 27 高配版的硬盘 还是机械固态的双V组合 这是 SSD 的读写数据 固态从三星改为了 512G 的悉数 SN530 机械还是 2TB 说真的 我看上这台 UGA 27 压根就没奔着追求性能跑分去的 外观好看 配置瞄眼够用就行了 但是拍都拍了 国际冠军 跑个分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R20 的表现 性能模式下 多核为 4790 单核 521 相较上代 4800H 有 10% 左右的提升 再来跑个 3D Mark 看看显卡的性能表现 新款 UGA 27 跑出了 Time Spy 总分 7815 的优秀成绩 图形 7573 分 相较上代 RTX 2060 的 5700 多分 提升了 30% 来 请大家把 AMD YES 打在公屏上 最后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游戏的表现 先来看主流网友 我们全部采用 4K 分辨率 全特效 吃鸡 88 帧左右 路二路 230 帧左右 Dota 2 110 帧左右 整体都非常流畅 再来看大作 古墓丽影 11 在 2K 分辨率下 最高画质可以到 64 帧 4 颗信条在 1080p 分辨率下可以到 69 帧 塞窝朋克 2077 也是 1080p 分辨率下 开启超级画质 不开光追 帧率也能跑到 75 帧 开启光追就只有 33 帧了 整体来看 想要流畅游戏 分辨率和画质不可兼得 10 年前我上学院的话 一体机的性能都不太行 这几年得益于摩尔定律 以及固态硬盘的普及 只要不是极致的烧油 一体机 其实已经完全能够满足普通用户的日常娱乐和办公需求了 像老人小孩都能轻松上手 收获也有保障 不烦心啊 而且联想优格27 这优雅的高颜值 也很适合各种酒店和公司的前台 联想优格27 2021 款一共有 4 个版本 目前入门款和顶配款都开卖了 我这台是顶配款的 虽然内存捡到了 16G 但是 CPU 和 GPU 的性能提升 让整体性能配置显得会更加均衡 如果你有考虑优格27 我的建议是 这两三千的差价就别省了 直接上顶配 这东西也不是手机一年一换 摆在家里怎么地都得用个三五年吧 好了 我是楼斌 最后给这两年的联想电脑鼓个赚 最近几年的产品表现真心不错 那些还在翻老黄历的 这会村里也该通往了吧